这些年大家明显感觉到网络诈骗数量增加 很多犯罪者都是懂计算机技术的年轻人 这次澳大利亚警方在香港抓住了四个国内留学生 居然利用网络诈骗了超过一亿美金 大家好,我是顾影琼博士 四个年轻人分别是蒋家琛20岁 黄伟哲19岁 韩晓24岁 唐子墨27岁 主要的诈骗方式就是通过网络、社交、约会、找工作网站 把自己包装成高富帅 在骗取对方信任之后 利用假的虚拟币交易系统诈骗别人的钱财 我就英国的闺蜜被骗了养老的钱 被抓的时候 他们正准备单程前往香港 估计是发财了 准备金盆洗手 我觉得现在的网络时代 大家需要提高警惕性 不可能有什么高富帅 白富美在网上就爱上你 一般说来200%是坑 希望这些受害者 吃一欠长一智 更希望这些年轻的骗子们能够被严惩 根据澳大利亚的法律 这些人将被重判15年